问题是来自陈亚璇 马上奔三了 觉得自己和奔二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区别 奔二的时候没什么概念 奔二的时候还得上大学 奔三也是严重的感觉 最低体力精力 各方面的急速的下降 人不得不服劳了 这位是懒得理你 除过宋主 还有没有想合作的女艺 我不一姐 JDH打小迷妹 机场穿拖鞋不怕被踩掉吗 还我觉得还没有那么红 目前没有遇到过这个困扰 再说了再红你 可以请保安吧 保护我的拖鞋 这位是来自轮回之境的网友 如果发现自己少了两块腹肌 是什么反应 很难啊 因为腹肌来说 他要么就都来 要么就一起走 他不会说两块两块地走 骨子里的倔强汉 父母孩子老婆 请问在你心中怎么排序 OMG 这不是同样中央四个人吗 如果非要排序的话 当然是都很爱了 父母应该我觉得排在第一位 百善孝为贤 我觉得应该首先要对家长好点 因为他们养育你 然后就要自己的老婆了 我之前记得我的小时候 小时候被打的时候 爸爸老婆说一句话 爱你 但是我更爱你的妈妈 然后才是孩子 当然了肯定都会疼孩子的嘛